寿风乡民代表会22号进行乡镇总释询第三天 乡民代表马其山、周青南、纯静和都提出了对寿风乡镇的建设建言 对于花38-1、丰山旧图书馆还有安心就业等与寿风乡公所提出了质询 寿风乡民代表马其山对于花38-1道路在去年白鹿台风造成了道路的坍塌 虽然去年向华林县政府争取相关预算500万元 但是只核定了177万元来进行灾后的道路修复 乡民代表马其山就提出道路的品质 公所结设可应该要谨慎把关要求厂商施工的品质 38-1这条道路关系到水连村要到我们寿风行政中心来 会比较便捷时间会缩短 但是以目前来讲路况真的是很差 那从前任前朝这边当时本席也都在建议一定要重视这条路 中段这边也就是在叶美这个山嶺这一段也都已经完工了 那后来今年啊有一个水连的湘米他传来给我呈起 他所以有一段七年应该是前年还是七年完工的工程 现在又归类了 水封湘公所建设科长表示 由于争取到的经费只有177万元 要能够修复该条道路的坍塌处 这条路经费还是有所不足 然后我们提报给花园县政府申请灾害附件工程 那原本这个案子其实我们是附件的去申请的经费是快接近500万 大概480万左右 但是花园县政府只核定117万 那原本当初我们是应该要把右边的那个 它是港股墙以前有做的港股墙已经移位了 所以才会造成路面就是下限 那因为经费的不足 所以我们只做半边 马其山也提出花38-1道路 是通往水连村的产业道路 许多农民都会应用这一条道路运输农特产品 由于乡公所的预算有限 是否能够争取公路总局来管养 才不会造成预算不足无法修复 造成当地居民与农友运输农特产品时的危险及隐忧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